嗨各位同修,今天我上来这边要讲的分享是这样,师尊曾经在叶子湖,他想起他有三个弟子,他那个三个是老弟子,他们的功夫都是很好一礼的,头一位的那个弟子他是姓徐的, 那么他的功夫呢,他说他实在太厉害了,在那个离地的功夫,什么那个金中战的功夫啊,哇太厉害了,这是金中战的那个功夫太厉害了,那么他这个弟子呢,他说师尊当他回去台湾的时候,他的年纪大概是五六五,他也是三三三,还不最说很老, 他实在是五六十岁左右,回到台湾的时候去看他,他就发现说,见了他最后一面,然后他就往生了,那么他还有另外第二个弟子,他的功夫也是念得很好,那么他就是姓那个姓正,那么他的功夫呢,也是很好,他们念的都是功夫,师尊以前的老弟子念的都是功夫, 而且他们的这个功夫呢,一大五六十岁的身体,还是很柔软,那么是多个人推到都推不倒,那么我今天要来站在这边讲的这三位弟子,师尊很想念的,然后已经跟他们离开了,就是说这个人生的无常, 因为人生无常嘛,苦短,因为我们人生四大皆空,五云都是皆空,可是众生都是没办法看出来,那么师尊就说了,那么我的弟子,一个一个的往生,师尊到了地狱里面就是,把他们慈悲的,把他们度了,回到这个阿弥陀佛净土, 他这个书里面写得很好,他说我的弟子,老弟子,年纪老了,他们修的虽然没有什么大成就,他们只是念的那个功夫很好,可是还是被师尊救了, 我们主要的目的就是说,不管你是年轻还是老,人生是无常的,能够接到我们征服民法,是我们的幸运,也是我们这个机缘,今天我归的师尊已经有十多年了, 可是因为家庭的事情,变成我没有办法,跟好好地修这一个道,今天能够再到回来我们的道场,来负责我们的上司,这是我的荣幸,他们我们说人生是什么, 一一那师尊在他的军纪里面有讲过,他说人生只是游戏,也不是游戏,就是这一段很重要的,我们还要求什么呢, 能够再到毁一日,你们现在能够接受的我们的客庭,我们就想教授你, 我们想要准备一下文化,我们的官司回应该在这一段时间, 我们想要求大家要求和我们的市场公团,可以帮助他们和我们一起去做很多事情, 我们从ело añosifa里面前去做的那道理系,我们不在关系我们的上司,